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真义 你们在2017年过得好吗? 很多人过得不错 如果你想开一点 就会过得不错 但是有很多人想不开 2018年的上半年 十二生肖的运势 今天要给你讲讲什么 属狗的 狗狗今年好不好运势 我们来看一下啰 上半年你今年因为犯太岁 所以在太岁年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通常一般太岁都是吉凶参半 什么叫吉凶参半 好的一半、坏的一半 那叫吉凶参半 忽然间来个大太阳 结果走没几步那边又下大雨 所以又被灵的满身都是什么 像洛汤鸡、天有不测风云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属狗的吉凶 有力士舞曲、天喜跟文昌 其实还不错 那你的凶心是什么 太岁 太岁当头坐无喜便有祸 所以要喜事 那代表说属狗的朋友 今年多参加一些人家的喜庆宴会 破年小财、包个红包 是不是自装一下 然后很开心的去参加人家的 这种什么结婚、订婚 甚至有一些比较大型的 一些什么集体结婚之类的 如果你的亲朋好友 这样的结婚喜宴的话 你今年多参加 可以屈己避凶 我常讲 那今年你如果多穿一些 比较喜色的颜色 喜色颜色就是亮色系 你知道金狗年 其实今年是土狗 希望不要变成土狗 土狗是看起来就灰头土脸的样子 那金狗在这边亮晶晶的 漂漂亮亮的 所以你今年的话 应该在上半年多穿一些金色系的衣服 变成一只金狗狗 那当然也可以穿白色 白色是像那个薄眉 薄眉的话 整只都是白白的很漂亮 跟老师养一只薄眉 那再来的话 你可能穿一些像 我身上这个颜色金色的 米色的 你看我戴金色的耳环 对 所以你今年在这个运势上面的话 因为狗是属土嘛 土来生金 所以你多用金色系的 比如说男孩子的话呢 带点一些 带一个包包呢 是有金扣环的 皮带也是有金扣环的 那另外的话呢 你的领带呢 可以有带点金色系的 那对你来讲都很好 那如果带点火呢 好不好呢 火可以生土 也是可以的 但是是微火不是大红 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红 那女孩子的话 穿微红是什么呢 微红的颜色就是 像是比较亮的桃红之类的 那都不错的 所以呢 你今年呢 基本上呢 建议你呢 太岁年啊 也不用太担心 当然我比较希望说 你在农历十五之前呢 在就近的你们家附近呢 去安太岁 如果你是道教的人呢 那当然就去安太岁 安太岁是不错的 你看我擦了一个指甲 是红色跟金色的 那也代表什么呢 也代表属狗的朋友呢 今年是适合这样的颜色 那褐色系的也可以 褐色系的大地的颜色 还有我桌子这个颜色 带点金 带点褐色也很好 所以呢 当然穿白色系很漂亮 白的也很好 我也非常喜欢白色的 那来讲讲 民国四十七年生的 民国四十七年生的呢 你今年在工作上呢 因为本命就是戊序年 那戊序年呢 今年又走到什么 也是戊序年 那两个戊的话呢 就天机化霜镜 天机其实最讨厌化霜镜 如果你是在海外工作 请你呢 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会被调动 调来调去 可能呢 现在在南部 等一下要调到上海 然后又到新加坡 甚至呢又要转到什么西安去 哇很烦呢 你就是一整年都在飞来飞去 都不同的地方生活啦 你会觉得 哎呦阿弥陀佛 怎么那么累啊 但是阿弥陀佛 你怎么那么好运啊 因为你可以到很多地方旅游啊 也不错的啦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好不好 那今年呢 交朋友上面呢 比较会有一些问题 呃 贵人运比较差一点 可能你看起来 平常多对你很帮忙的朋友 今年忽然间不做你的贵人了 所以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哦 那忽然间呢 你觉得 哎 力不从心 在职场上面 工作上面会觉得力不从心 其实是你的心态的问题 而不是你工作压力的问题 因为你觉得说 嘿 那我去年忙忙很快乐 但是今年忙 那怎么一点都不快乐呢 一样在忙啊 但是你 今年的不快乐是来自哪里 可能有四面八方而来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感情不顺啦 家里的问题啦 还有钱财的问题啦 还有你自己心情的问题啦 你今年要多泡泡澡啦 洗洗温泉啦 家外走走啦 看看电影啦 对你来讲 都会呢 让你的身心灵平衡 也可以平衡你的情绪哦 好不好 所以你特别加强在这个部分 不管是哪一个年次生的 都要 只要今年狗婆都一样啦 给你的建议啦 那再来的话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哦 还有 你万一要换工作 今年呢 要赶快快马加鞭呢 什么时候换呢 农历三月之前 但是呢 如果说 你今年运势不是很好的人呢 在农历三月之前 换工作 说我不希望你在三月换 要换就是一月二月就换 好不好 你三月换 三月很不适合 因为刚好你正充 所以不适合在三月份 犯工作 那另外的话呢 换朋友好不好 换男朋友 或换女朋友 也一样的 如果你今年想换男朋友 或换女朋友呢 希望呢 也过了农历三月过后 好不好 因为三月刚好你的正充哦 那比较容易出现状况 好 再来的话呢 你的钱财上面呢 今年呢 会有不错的钱财 看起来好像是 没有赚更多的钱 但是呢 你今年如果学会守财的话呢 财运是不错的 就是会比较守得住财哦 因为你的急性还是比较多 所谓的急性比较多 像吏词啦 吴曲啦 吴曲本来是财星 天喜啦 还有文昌 如果是做文书工作的人 是今年特别好 还有考试 考试啦 不是考试啦 就是文昌工作 比如说 做企划啦 甚至呢 做报业的啦 杂志业的啦 甚至写书的啦 出书的啦 甚至教职啦 学校的教职啦 或者是艺术绘画啦 这类的都还不错 虽然是出口 但是今年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这些人呢 比一般人好很多 这样了解吗 如果你是投资人呢 比如说股票投资 你今年是不适合的 你会破大财 结果呢 你把所有的 这个家当呢 请朝而住哦 那就惨了 这样了解吗 你本来想说 我想翻本嘛 我去赌博 你如果去赌博也是一样 你想翻本 结果你越翻越少 越翻越少 钱一直流失掉 这样了解吗 不要孤注一直啊 你的钱要顾好 今年是财库年 财库年就是要把钱顾好 这样了解吗 嗯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谈谈59年次的 59年次也是一样 你的财库要顾好以外呢 你今年呢 这个家里的问题会比较多 如果你结婚了 小孩的事情特别多 因为很烦恼 然后呢 怎么 像蜡烛一样两头烧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今年 很多杂事都会到你身上呢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说 不应该是你的事情 他就忽然间跑到你身上来了 别人的事情 工作职场不是 不是你的事情 也会嫁祸到你 这样你要小心哦 所以呢 后面有心人呢 同你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小人特多今年 所以不要得罪朋友 这样了解吗 要特别小心哦 另外的话呢 你的钱财 家人会帮你破掉很多财 可能呢 兄弟姐妹来借钱啊 还有很久 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来借钱啊 不然间 借走你很多钱 你本来出去 本来还不错的 结果呢 你今年借掉很多很多 所以呢 今年借钱 真的要小心 好不好 那另外的话呢 你可能出外的时候呢 你很开心 看到这个喜欢 看到那个喜欢 刷卡刷过报了 所以你今年钱财 理财上面 要特别谨慎就好了 如果说你要换车 买摩托车 甚至呢 你说我要买一个房子 那钱够 当然可以 但是呢 太岁年通常 我不建议你买太大的东西 比如说 你要换汽车 我比较不建议 或者是说 我要买一个双B 那钱很多的 我不建议 那买一个比较小的车子 钱少一点 花个一百几十万那种 那就没有关系 那你要花个三五百万 那一种钱 你就要特别注意哦 另外 你买房 实在是不太恰当 在今年 好不好 所以你要搬家租房子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买楼 千万要小心 太岁年 我不建议你买楼 好不好 如果你搬办公司 也是一样哦 好 刚才是七年跟五九年的 如果你是个老板 你要搬办公司 今年也是不太适合 在农历三月之前 好 七十一年次的呢 基本上来讲话 七十一年次 他本命呢 就比较偏财的 那这种偏财呢 本来呢 他是因为资产上的 或者他投资的都会有 但是你今年偏财会少很多 我刚才讲了 去年的好运 不代表今年的好运 因为呢 你今年呢 如果投资越大 就乌落偏逢年夜雨 哎呀 还来个台风呢 很烦哦 所以呢 你会觉得说 今年破财运好多好多好多 多到你会抓狂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今年的破财是比较多 还有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为什么 你心情不好嘛 因为破财不很多以后呢 你会觉得说 怎么这个前掌翅膀了 然后你也追不回来了 那心情就会越来越往下下沉 会下沉 一直一直滑满当 一直下去 所以你就要特别注意 不要有这种状况 那就给你建议 桃花运来讲的话呢 也是一样 今年71年次的桃花 应该说不太适合 那你会刚开始很喜欢 那搞不好一个月两个月过后 你就想把它甩了 因为呢 个性不合啦 然后乱花你的钱啦 甚至呢 他的家庭状况啦 跟你是差距很大啦 或者是说 他喜欢吃肉玩乐啦 结果呢 你不是喜欢这种型的 所以呢 如果说交往不是很深的时候呢 就要赶快 毅然决然的 赶快断掉比较好一点 不要等到感情放进去了以后 再来想断 很难的 而且状况也一样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83年次 83年次呢 现在是107年 那就是24岁 面临职场工作的状况 所以你今年来看的话呢 就说 你可能 当然如果你之前就在打工 你要换一个工作 很好 有时候太岁年呢 并不是不能换工作 而是你换的工作 实不适合你而已 说不定上半年换一个 下半年还要再换一个 这样了解吗 因为呢 你上半年找的工作呢 不是 你如你所期许的那么好 所以呢 包括在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啦 同事啦 老板啦 甚至也长官啦 或者你的同宅 都会有状况 所以你今年呢 在职场上面呢 可能呢 年前换一个 在农历六月前换一个 然后年底又要换一个 有些人呢 一年换了好几个老板 但是呢 在职场上面 还是没有办法平稳的 当然记得 这个定 这个心要定也很重要 如果你心不定 我相信呢 你再怎么换都不会好 好不好 这是你要给你建议啊 那桃花运来讲 来看的话呢 八三年次的桃花呢 今年呢 只可以远方观看 不可以拿来吃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对方的话 就不要继续交往咯 那就换一个吧 好 来看看九十五年次 九十五年次 现在是学龄 在念书 那你今年呢 除了说 因为你是两千年六年生的 这个叫丙蓄年 那冰训年的话呢 你如果说要考试 或者你要出国念书 其实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抉择 那当然多听听建议 好 那不是自己的决定好不好 比如说你今年 爸妈想送你出国留学念书的话呢 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太岁年出去学习不是不好 所以呢 也建议你呢 也可以学习独立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你想继续升学的话 那你今年就是你的人生转折点 你的书会念的不太好 然后考试也考的不是很影响 所以呢 你在考试运上面呢 今年常常都会被怎么样 也被老师写红字的 然后呢 给你很多的不开心的话语 所以你要注意 当然因为你交到不好的朋友 才会影响你的学业 你看看孙子们 还影响孙就很好 那如果你健康不是很好的人呢 今年一定要看医生 恐怕呢 就是要多吃一点药 还有呢 你有不预期的跌伤 比如说走在马路上 被人家稍微擦撞了 跌伤 你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另外的话呢 23年是 当然是健康上的问题更多了 那我们就是 多注意健康的问题就好了 那总结呢 我来给属狗的朋友呢 三个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说因为太岁 太岁呢 无喜便有获 所以多参加喜事 然后呢 不要做重大的人生的一个转折决定 那当然除了说这些以外呢 当然你的钱财 投资是要谨慎的 顾好自己的口袋 然后今年呢 就是要拮据一点过日子 不要花费太多 才不会破财 而且你才不会缺钱 很多月光族都是因为呢 月初的时候 拿到薪水很开心呢 就去吃喝玩乐 结果呢 到后面呢 钱财不见了 还有你不能借钱给人家 健康上的话 年纪大的人呢 今年如果要动手术 就该去动手术 也希望大家呢 你们海外的朋友呢 你们的亲友呢 请他们订阅老师的 YouTube上面的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也谢谢大家来分享 那希望呢 你们可以随时收到老师的直播 我不一定只会做生肖的直播 有时候讲风水啦 甚至有些 有些时候会出外景去做 那希望大家呢 在老师的直播上面呢 能够获益良多 那这是给出口的 在2018年上半年的一些建议 好 拜拜